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11月19号宣布了18大后的第一批人事变动 其中包括中央政法委书记由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先任 由于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员而非政治局常委 因此外界一致认为政法委被降格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中共政法委书记的替换及地位降级主要与薄熙来案有关 报道指出薄熙来被认为透过与周永康的密切关系而抓紧权力 甚至试图削弱领导层 这使中共重新考量防止担任政法委书记者权力过大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说 周永康任内大大增强了他的团队 便衣公安估计增加到8万6千人 还有他让城管数目以倍数增加 周永康的维稳经费每年递增12%到15% 比军费的11%到13%增幅还要高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 一些人认为大陆这个安全机构的权力已过于庞大 几乎成了国中治国 作为安全机构负责人 可能会挑战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威 据香港《争名》杂志报道 今年10月上旬 中共政治局通过了多项决议 由胡锦涛提议温家宝李克强合议 其中有一项未对外公开的决议是 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退休后 一律不设专职办公室班子机构的建议 有分析指出 这项决议明显针对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将在2004年全退后 俨然以太上皇的姿态来左右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 这次胡锦涛全退 希望以此结束这一局面 在此之前日本媒体也报道说 胡锦涛将以全退阻止江泽民干政 江泽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将撤除 并且废除党重要事项 需向江泽民报告的内归 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 10月19号表示 18大期间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他们当中有的被捕 有的被送入劳改营 有的遭软禁 而大陆维权网则报道 18大期间遭中共当局迫害的访民 以及维权人士至少有10万人 其中死亡案例有两起 一起是河南平鼎山市访民张耀东 11月6号在北京被解访人员打死 另一起是安徽黄山市前口镇女访民徐晚霞 11月8号到北京上访被捕 11月14号死于合肥市拘留所 身上有多处伤痕 怀疑是被公安殴打致死 另外据德国之声报道 11月15号 一名女维权人士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驻北京办事处前点火自焚 抗议地方当局腐败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